看完高启强的原型们才知道狂飙还是拍保守了 高启强的原型不止一人 高启强到底有没有原型 他身上有一些具体的事和案例 从普通卖鱼饭到黑老大 长沙黑老大闻烈红有多狂 他自称长沙现金王能随时调动一个意义上的资金 被警方抓到的时候甚至猖狂放话 你们最多官物五天 闻烈红的起家发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设计赌局 设计当地有钱老板们上当 等他们输的金光 再给他们放高利贷 收不回来就暴力催收逼债 湖南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被迫还了九千多万利息 走投无路下只好报警 结果扭头 闻烈红就收到了消息 这个董事长刚走出公安厅 就被闻烈红抓住 非法关在一家酒店 某食品公司老板身陷赌局 借贷7亿被暴力催收13亿 因为还不起 他被闻烈红非法拘禁一年 多次鲜蝎自杀 而闻烈红通过虚假诉讼 查封了他公司1700多套商铺和房产 闻烈红这么猖狂背后给他撑腰的保护伞 是湖南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周福波 2010年闻烈红设下陷阱 沉迷于赌局的周福波在赌场输了200万 从此被闻烈红拿捏 长沙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 湖南省刑侦专家单大勇 也曾沦为闻烈红的帮凶 单大勇从井40多年 多次荣获123等功 但依旧被闻烈红一步步攻陷 闻烈红第一次给他100万他拒绝 第二次给了他60万港元 单大勇依旧坚守本心 第三次单大勇家里出了经济状况 闻烈红趁机给单大勇送了260万 声称自己是先借给他的 借钱容易还钱难 单大勇一步步掉入闻烈红的陷阱 揍上了不归路 2017年闻烈红极其同伙落网 2019年闻烈红被判无期徒刑 狂标中高企强高企胜两兄弟 互相配合联手编制黑恶组织的大王 很多人被张颂文的演技所震撼 纷纷调侃 建议查一查张颂文 看完他们的原型刘汉和刘伟两兄弟 才知道狂标拍得有多保守 刘汉刘伟两人靠倒卖木材发家 靠着各种非法手段 一步步成为四川的土皇帝 他俩创办汉龙集团 曾是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 他们的手里面 还控股五家上市公司和数十家企业 里面包括金融证券 能源矿业 电力 房地产 巨大的商业帝国在四川堪称一手遮天 狂揽四百亿的同时 几乎掌控了四川几十年的发展 直到被抓捕归案时 刘汉还扬言 富国籍以下的人 根本办不起他的案子 而且他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前后两种面孔 明面上他是高调的慈善家 2008年汶泉地震 他高调捐款五千万 被他当作基地建设 捐赠的刘汉小学 在地震中屹立不倒 因此还曾被人称为 世上最牛希望小学 此后他更是高调搞慈善捐赠 两年捐了三亿多 被胡润富豪榜称为慷慨的慈善家 但这一切的高调 不过是为了掩饰他背地里的狠辣 他的钱到底沾了多少血泪 恐怕吃有他自己知道 难怪看建功集团 看着那么像汉龙集团 高启强的原型刘汉 远比张宋文演得更加会伪装 也更加的狠辣 他看不惯竞争对手 他直接就派人把其干掉 20年间 他涉案上百起 背负九条人命 2009年1月10日 下午2点50分 四川德阳广汉市 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强杀案 犯罪分子光天化日之下 持枪伤人 致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 每当周伟人反映 犯罪分子迅速逃离的现场 如此猖狂的行为 引起了四川当地人的恐慌 也引起了警方极大的重视 因为刘汉等人庞大的关系网 这个案件足足折腾了四年 这才把两兄弟缉拿归案 被捕时 警方在他家发现了 数量庞大的枪支弹药 随后 北京 湖北 四川 多地警方联手 花费200多天取证 整理了1万多份资料 和800多本卷宗 证实刘氏兄弟的21项罪名 他和文烈红还曾有牵扯 刘汉刘伟早年卖木材起家 两人靠着偷工减料 迅速攒下了一笔钱 随后看了一家赌博游戏厅 雇了一群小混混 开启了涉黑之路 1993年 刘汉靠内幕消息 开始搞期货贷款 转手赚了两个亿 他1997年 创办四川汉龙集团时 注册资本就高达9998万元 赚到钱的第一时间 他就花大手笔 去贿赂保护伞 1998年 开发房地产项目 与村民发生冲突 致使一个村民死亡 同年 枪杀竞争对手 2000年 怀疑街坊私吞养狗费 将其残忍杀害 踩着一条条人命 他构建了400亿黑金帝国 被查封后 刘汉在法庭上 极度落泪哭诉 自己不会为了钱而犯罪 而种种证据 直接拆穿了他的真面目 2015年 刘氏兄弟被判处死刑 在死刑的最后一刻 刘汉才有了悔恨 表示自己野心太大 希望他的案子 能让世人警醒